起初我和我前夫结婚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的感情都非常好 可是婚后的生活让我狐狐看一眼 当初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对我非常好 总是会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 从来不会因为消失和我吵架 他总是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会征求我的意见 顾虑到我的感受 不管他工作再苦再帮 他都会抽出一点时间 陪我出去逛街闪闪心 可是这样的日子 根本就没有持续多久 在我们结婚后的第三年 他对我非常冷淡 总是会在我面前夸赞别的女人 还总是会嫌弃我 总会因为一些小事情 就和我大吵大闹 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对我劝大交替 有的时候总是会利用工作当借口 每天晚上都会很晚的回来 心情不好就发现在我身上 由于这样的日子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凹疼痛 所以有一天 当他没事的时候 我就和他提出了离婚 由于离婚后 我不知道该去哪里 所以就回到了娘家 当我回到娘家的时候 我把我离婚的事情 告诉我了我的父母 还有我的哥哥少知 可是当他们听到我离婚的时候 不但不安慰我 还说一定是因为我出轨了 所以我前夫才会和我提出的离婚 我一听心里非常生气 真不知道眼前这些人 到底是不是我的亲人 怎么胳膊着往外拐呢 不管我怎么解释 他们都不相信我 总是在空学的时候就说我 我受不了了 就离开了家 自己一个人去外地住了一间房子 找了个安慰的班上 由于自己一个人过日值 感觉到孤单 所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谈了一个男朋友 他对我非常好 我也把我之前的事情都告诉了他 他听到之后 不但没有嫌弃我 还安慰我 说像我前夫这种男人 根本就不值得我去生气 我一听他这种说 我心里好受多了 由于我出来的时间长了 所以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的父母 虽然他们对我不咋地 可是毕竟是我的亲生父母 我再怎么绝情 也要报答他们的姚云之恩 可是我又不敢带我现在的男朋友回去 于是没办法 我就自己一个人回去了 坐在回家的大巴车上 我的心里非常开心 由于一个人在外漂泊的时间长了 就回想家 回到家的时候 我还给我父母 我哥哥少知 大子女都带了礼物 当我走进院子里的时候 看见了我大子女 我一把抱住他 然后把礼物给了他 问他喜欢不喜欢 可是他却一把把我推开了 这都无所谓 最可惜的是 他还说我是个狐狸精 说我是个白骨精 破坏别人家庭的小瞻 我说我活该 被我老公抛弃 我一听就来气 我知道这一定不是小孩子说出来的 一定是大人教他这么说的 于是我在气头上 就给了他两巴掌 就在这时 我父母在屋子里听到我大子女哭了 就立马出来问我怎么回事 我就把自己的过程都告诉了父母 可是我的父母 不但没有折备大子女 还说我这么大个人了 怎么能动手打一个小孩 说我根本就不该回来 回来让他们觉得丢人 脸上没有光彩 我一听就立马拎了东西走了 我发誓这个家 我永远都不会摘回来 离开家的时候我就在想 我到底是不是他们的亲生者 怎么能够这样对待我 现在就连一个孩子都可以欺负我 难道真的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为什么是他先做错了事情 你们却把问题推到我的身上 为什么 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的心如刀割一般 痛苦不已 就在这时突然下雨了 我就在想 难道连老天爷 也要和他们联系回来 一起欺负我吗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 我看我会越来越来越好 我看我说是有麻烦 你怎么这么去